中文 童话 伟大的牺牲 这是一个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故事 在一片贫瘠的 褐色的 孤寂的荒原上的一间小茅屋里 住着一位老妇人和一个年轻姑娘 这位老妇人面容憔悴 脾气很幻 总是含糊不清地自言自语 这个女孩名字叫菲诺拉 她就像盛开的玫瑰花蕾一样年轻甜美 小屋外面是一片贫瘠的 褐色的 孤寂的荒野 寸命绵延树英里 而东边是一片山脉 这里没有房屋 没有绿树 没有鲜花 也没有任何生物的迹象 只有老妇人和菲诺拉 这里除了老妇人和菲诺拉 唯一的另一个人是一个哑巴小矮人 她骑着一匹瘦弱的马 每月来一次给老妇人和菲诺拉一袋玉米 虽然她不会说话 但菲诺拉见到她总是很高兴 她把玉米袋子放进屋里 骑上马准备离开 临走前她又回头看了看小屋 发现菲诺拉正在窗口哭泣 这情景使她非常难过 除了那张丑容满命的脸 她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任凭那匹老马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并不在意会走到哪里 过了一会儿 她来到一座青山脚下 一个声音突然吓了她一跳 你终于来了 哈 小矮人突然从沉思中惊醒 发现她面前站着一个小个子那人 比小矮人自己还要小 你终于来了 我真诚地欢迎你 从马上下来跟我进来吧 我要用语言魔杖碰触你的嘴唇 语言魔杖 小矮人好奇地下了马 跟着精灵穿过一座绿色山丘旁边的一个洞 当他们从另一边走出来的时候 小矮人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 明亮如白昼的华丽房间里 当夜晚空中无云时 屋顶上的钻石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 闪闪发光 坐下来吧 我来暗铃召唤语言魔杖 嗯 说话 但 但是我 我能说话了 你 你是谁 好心的人 别管我是谁 告诉我 你是谁 嗯 我是 小矮人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他突然想到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谁 他不记得了 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了 我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为国王工作 每个月我都要把一袋玉米送到偏僻的荒原上的小屋 就在那儿你爱上了那位美丽的少女 她的名字叫菲诺拉 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 但今天我看到她在哭泣 我的心很痛 你爱上她了 是的 你会不惜一切代价让她开心吗 我愿意献出生命 好吧 仔细听好了 菲诺拉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她是一位公主 菲诺拉公主 她被你的主人 国王放逐到了这片孤寂的荒野 国王杀了她的父亲 她父亲才是合法的国王 她也想杀了菲诺拉 只是一个女巫告诉她 杀害小孩子会带来极大的厄运 那我该怎么办 把她放逐到孤寂的荒原去 我就对她施一个魔法 这样她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让她和我姐姐住在那里 她也被施了同样的咒语 什么都不记得了 至于食物 就让他们靠穀物生活 每个月把穀物送到他们手中 派人去那里有风险 走路了风声怎么办 别担心 我找到合适的人了 你既然什么都知道 那我是谁 你早晚会知道的 现在你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打破这个魔咒吗 为了它我愿意 好吧 现在仔细听 只有使用正确的武器才能解除魔咒 那就是金毛和银盾 他们在西海岛上神秘湖的另一边 带着他们回到孤寂的荒原 你只需要用长矛击打盾牌三次 黄原的寂静将永远被打破 妖魔的咒语将被驱除 公主将获得自由 我马上就出发 祝你好运 说完 小矮人就出发去了神秘湖 经过一整天的跋涉 穿越了陡峭的峭壁 和世南丛生的小径 他终于到达了海边 这漫长的旅途让他很劳累 他从马上下来 坐下来休息 这时一只巨大的鹰从水里冒了出来 他的翅膀是用火做的 他的眼眶漆黑空洞 你竟敢来我的地盘 我 我想去神秘湖 你为什么想去神秘湖 小矮人战战兢兢 把一切都告诉了巨大的五颜老鹰 看在爱情的份上 你可以用我的水去神秘湖倒 但你必须付出一些代价 我愿意 你想要什么 你的眼睛 小矮人哽咽了一下 往后退了一步 这时费诺拉的脸在他脑海中闪现 为了他什么都行 很好 是你自愿给我的 你的眼睛现在属于我了 当鹰说完这句话时 在明亮的光线下 小矮人的眼窝变得又暗又凹 现在老鹰得到了小矮人的眼睛 你现在可以继续出发了 我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要怎么去岛上 黑暗与寂静 光明与美好 伟大的牺牲 带你去寻找你心中的小岛 他刚说完这些话 一阵风就把小矮人吹到了空中 小矮人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变化 他看不见 在他意识到之前 他倒在了地上 晕了过去 他昏迷不省地躺在那里 直到太阳落山 人后又升起来 人后 他睁开眼睛 蔚蓝的天空用明亮的光线迎接他 我 我又能看到了 他转过身来 看见一块银质的盾牌 像太阳一样明亮 一再树立在地上的金毛上 小矮人跳了下来 跑向盾牌 盾牌像镜子一样 映出了自己的模样 他发现自己不再是一个小矮人 而是一个勇敢的骑士 就在那一刻 他的记忆恢复了 他知道自己是克纳尔 红枝骑士团的一员 他记起了被他拒绝了的女巫 对他试了诗意 沉默和畸形的魔咒 他把盾牌挂在左臂上 从地上拔起长矛 他刚拔出长矛 周围的世界又发生了变化 他现在来到了海边 他的马 一匹叫布莱泽的骏马 在那里等着他 布莱泽 我的朋友 我们走吧 那匹勇敢的马 以避风还快的速度向前挤持 不一会儿 他就越过了施了魔法的荒原 当他到达小屋时 他用毛在盾牌上刺了三下 突然间 地上长出了草和花 周围长出了枝叶繁茂的大树 那里看起来像一个美丽的草地 小屋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房子 从里面走出来的是女巫埃琳娜 她看起来也不再老了 而是像她的妹妹一样 优雅和泰然自若 我是来接菲诺拉公主的 真正的继承人 当比以前更漂亮的菲诺拉 从房子里走出来时 她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你打破了咒语 现在我们想起了一切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从现在开始交给我吧 来吧 公主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不 我不相信你 她要和我一起去 闭嘴 不要那样对女巫埃琳娜说话 她是我的教母 你到底是谁 可拿尔很惊讶 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哦 对不起 谢谢你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我很感激 人次的急事 我们现在要请您离开了 埃琳娜又魔杖在地上敲了敲 一辆车车立刻从云层间出现了 她落在地上 两个人开始向她走去 停下 嗯 公主 我爱上你了 我爱你 自从我 对不起 我不这么认为 我甚至不认识你 但是 如果你到我的王国了 一定要来看看我们 我们会好好招待你 二人说完话 就上车走了 心碎的可拿尔 看着他们消失在云中 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滚了出来 这时 她听到小精灵的声音 可拿尔 你做得很好 事实上非常好 埃琳娜是个强大的女巫 别担心 第二天早上 菲诺拉公主就会夺回她的王位 至于你 这就是我问你是否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的意思 眼睛不是你的代价 而是知道你爱的人并不爱你 这才是代价 祝你好运 伟大的骑士 祝你好运 唉 我们永远不会在一起了 对吗 不是每颗心都能得到她想要的 而这 就是伟大的牺牲 可拿尔爬上她的马 然后就出发了 远远离开这个王国 我们不知道她的未来会怎样 但我们知道她的故事将会流传下去 告诉我们爱是无私的 未来可以付出一切 来死亡的词 还会是无私的 看起来 今晚的词 立刻 回来